大家好,我是艾瑟克,来自美丽的塔塞尼亚。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塔塞尼亚的海上民族,达雷斯萨拉姆。 达雷斯萨拉姆是塔塞尼亚的元首都, 其第一的昌市和港口。 其穿过经济文化中心东北地区重要港口。 其海上西丘进入的沿线城市, 早在明代正好就来过这里。 它也是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途径的唯一非洲城市。 这里历史有酒,环境有美,中年绿色。 中国人常说,不到常常飞好汉。 如果你来塔塞尼亚没到过吉利曼加罗上, 那也不能说真将来过家里。 吉利曼加罗被称为非洲武器海拔5900米, 是非洲唯一的雪山,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火山。 你能相信吗? 在其道附近居然有这样的一座覆盖白雪的火山。 拉达幽林早在地带, 搞圆大墓和丁方的雪线, 构成了塔鲁塔的地利芳毛, 如同一位仙女迷人的小女, 处理在那里。 看过山后,还要去看海。 如果吉利曼加罗上代表着旷野和健康, 那么藏给坡就代表着温柔和清醒。 它是非洲最美的岛屿, 家里的海水是蓝玉, 交替的, 犹如宝西班, 金银, 剔头。 如果你厌倦了尝试的喧闹, 那家里就是桃火源了。 除了新生美景, 每次爱好者, 也能在家里找到最爱, 又只是你喜欢去海生市。 家里的美味肯定让你留恋王冠。 家里还有好吃的牛肉, 香羊肉和面羊肉。 家里有最低特色, 最新鲜美味的食物。 远方的朋友, 如果你要来非洲旅行, 请你一定要来家里, 带着你的兄弟、姐妹和你的交相机。 我将和你一起探索这片美丽的徒弟, 祝你玩得愉快。